大家好我是加密大聪明 号称以太坊军火库的Gitcoin最新一轮捐赠已经开始了 到本月22号结束 回顾过去的捐赠活动中 留给大家音声上最深刻的就是捐赠项目以后会有空头 现在的捐赠其实说白来就是几个要素啊 以小博大和广沙网 今天的视频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低成本的Gitcoin捐赠教程 一个项目在两美金的成本 第二部分呢是如何看这些捐赠的项目 整体下来呢还是平常行就好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例行的捐赠活动 不一定会有空头 捐了可能有 不捐肯定是没有 因为现在随着Gitcoin的空头赚钱效应越传越多 现在已经第11轮了嘛 后面的项目对Gitcoin的捐赠 逐渐有了更加明确细致的要求 比如说有些项目要求捐赠大于0.95美元 还有的项目需要用贷捐款捐赠 然后搞得很多网友就不服啊 闹了半天说为什么ETH捐的不行 后面才空头了 不过这些怎么说呢 这些都是防那些刷号的科学家 防那些P量刷号设置的门槛 我们一人一个号 所以影响是不大的 好了进入我们的教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低手续费捐赠Gitcoin项目的办法 如果你是直接通过以太坊捐赠的话 会花费较高的手续费 我们可以看到 直接用小狐狸钱包支付的话 是需要40美金的Gas费 用JK三眼可以省去99%的手续费 我们首先要准备好小狐狸钱包 进入这个官网 点击打开钱包 然后进入到这个界面以后 点击存款 选择以太坊的币种 把你的以太坊存进去先 我们第一步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可以打开Gitcoin的网站 Gitcoin的网站是支持GitHub账号登录的 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去注册一下 进来到Gitcoin的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赛道 比如说有基础设施 DF MFT等等 我们现在选择本轮的捐赠金额盘 靠前的项目看看 看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以后 可以把它放进购物车里面 这里点击项目的话 还会有项目介绍 我们等等再聊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购物车 可以结算这次的捐赠金额 进入到付款页面以后 我们这里意思一下就好了 按最低的金额捐款就好 我们这里可以捐0.000286个以太坊 总计是0.0003个 我们点击左边这个选项 用Gitcoin三眼去支付 授权一下这个钱包 然后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清单了 总共不到两美金 我们再点击一下确认 钱包授权支付 一个项目就捐赠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个 如何看潜在空头的回报项目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 首先我们看这个项目的介绍 它是做什么的 最重要是还没有发布 如果这个项目的钱金号会吹牛逼的话 背后又有不错的投资机构 那直接捐赠就完事了 如果是社区项目的话 就需要社区支持 总之项目的话 一定程度是看投资人 我们对项目有一些基础理解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仔细看点项目的介绍资料 看它的推特活跃度等等 这里的项目都有链接 都可以直接跳转的 第二是看项目分类 按照往期的经验的话 比如说第十轮 Dapp No空头 第八轮的Mask Network空头 Kidcoin一般是基础设施 加Dapp加设计 这几条主要的赛道 大概率会超过75%的捐赠资金 因此我们捐赠的资金 大头应该是优先选择这些项目类别里面 相对有意思的项目 比如说第十轮的Dapp No空头 就在基础设施中 我在6月22号写的文章 Dapp No就是在热门排行榜里面 如果你不想思考太多的话 想直接抄作业的话 也有一条非常简别的路径 这边有个Grand Collection的页面 有别人已经做好的合集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还不知道投什么的话 就雨露均沾一下 投热门的就行 现在是10号嘛 它持续到22号 到18号19号的时候呢 那些热门的项目就上来了 到时候都投一下 一个才两美金的成本也不高 所以都可以试试 还不知道投什么的 就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视频记得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